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干嘛 就没干嘛 讲白就这样子 行政院议会 其实有开跟没开 没什么差别 就是心理如意比较多 那像有些人讲说高雄市议会的总咨询 到6月4号 6月5号 我请问大家 请问去年的高雄市议会总咨询讲什么 欢迎兄你们怎么考人家这种问题 我的问题很难吗 我请问你去年高雄市议会总咨询讲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不用Google 我是故意的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去年高雄市议会总咨询讲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不重要 我问你去年台北市议会总咨询讲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Nobody care 根本就不重要 OK 我们高雄市议会 你想陈志宗之流是能够监督什么 其实真的不重要 什么行政院会 什么市议会总咨询 你少了这一套 你骗人家没看过 每一句我们看柯P的公仔 八年五万户跳票 台北市独发局说那是政见 这个跟李远哲有像 政见 这个是政见 好 条片今天第一段跟第二段 我们还是要谈2020的大选 因为昨天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刚刚的国民党的中常会 决定了2020的总统初选的办法 要把韩国瑜跟郭台铭通通列入 这个初选的这个民调 但是时间会到六月 现在才四月嘛 六月才要做民调 那吴敦毅主席的加盟说 我们又不急 其实你领先你急什么 明年一月才投票 你为什么现在要决定 明年一月才投票 中选会登记是11月22号 1122 今天几号 今天4月24 还有 还有半年 超过半年 急什么 急什么 所以我要跟我们的听众面 呼吁说 大家没离开 大家不能离开 不用紧张 不用烦恼 不要压扎 不要想起 不用 把自己顾好 慢慢来看 中途一条山 难道有人这个朝来朝去 给大家看这个 这间联合晚报的三版 当然 听到没有我必须讲 这当然 我讲我比较 我比较难做人 你看 联合报做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看了我是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被黑 韩国瑜被修理 反韩的 这个黑韩的 这个不是新闻 不是新闻 但是呢 这个当初的这个挺韩 就我们讲反韩 他主要 主要的这个 这个反韩 主要是民进党 主要是绿媒 民进党修理韩国瑜 那天公地道 对不对 绿色媒体修理韩国瑜 刚好而已啊 可是因为郭台铭的参选 因为昨天 韩国瑜的这五点声明 那蓝军啊 报分歧 所以今天这个 韩市长有一个这个 上凉的典礼 他说我不再谈了 我不再谈这些事情了 我就全力拼施政 为什么挺韩跟反韩的 两个势力 为什么是蓝军变成分歧 那今天的这个 刚刚讲到中常会 有人去抗议 那有人去声援韩国瑜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 这个就是轻痛愁快 跟你讲轻痛愁快 这个我们 今天第一段第二段都要谈这个 然后呢 我们扣音还是照旧 我再来想一下这个 大选的部分 我也准备要来开抗议 那时间点 让我再来拿捏一下 下个礼拜二我们要抽奖 特别再跟听你们做说明 我们那个UT的那个朋友 谢谢陈建宗 董内谢谢 我们1450 到我们UT的这个 不是UT YT的那个频道去洗板的 我希望你自重 你要洗板去别人那边洗 这边 不欢迎你 写一些那种 谩骂的字眼 我不会跟你计较 但是我有 我的粉丝要聊天 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你要去闹 去闹那些政客的 我跟各位讲实在话 就是说 我们在讲今天题目 其实在这个 你去看这个历年的选举 就是说 他本来就是很多墙头草 本来就是很多人是西瓜 派的 韩国瑜 这个民调领先 我支持韩国瑜 郭台铭出来了 那我要去支持郭台铭 你去 尊重 欢迎 爱与包容 你去支持郭台铭 因为 本来社会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窝蜂 然后就跟着人家走 这个 我一点都不意外 人到底去消想 不知道 我是韩粉 郭台铭出来我变郭粉 你社会就这种人 所以我跟大家说 它是一个滤网 它是一个过滤的功能 借由郭台铭参选这个事情 你可以说 那到底真韩粉跟假韩粉 有的人就说 我就是意志不坚定 我要这个移情别恋 我要去支持郭台铭 那也很好 不是吗 所以不要去攻击那些 变卦的人 变卦的很多 然后大家在这个 挺韩国瑜 跟不挺韩国瑜 挺郭台铭 或不挺郭台铭 去那边做争吵 跟那个 我真的觉得 不要 我们来看这个 今天第一段内容 来 韩国瑜 今天刚讲说 他就不太谈2020 请大家耐心的细读 昨天的声明 其实我是正面的看 因为他就等于是 间接宣布要参选2020 那是怎么选 这我待会会讲 要选 台湾好 高雄才会好 我改变台湾 我才能改变高雄 那就是要参选了 中华民国的存亡 我个人不计荣辱得失 我扛起责任 那就是要选 这个就没什么 你还叫他宣布什么 讲这么白 就是要选 问题怎么选 怎么选 好 那韩国瑜说 此时此刻不参加初选 自由时报就下表题说 拒绝初选 我说我在这个moment 我在这个timing 我说我不参加初选 此时此刻我不参加初选 那叫做我拒绝初选吗 譬如说 我刚讲那个吴敦毅主席 我们那个初选 到6月才民调 6月 今天才4月 6月才民调 然后把韩国瑜跟这个郭台铭 我管你登不登记什么的 通通列进来 你们又要选的通列进来 那韩国瑜有拒绝初选吗 没有 所以自由时报 头版头那个标题就是错了 是恶意的 故意的 所以我刚讲说 韩国瑜被绿色媒体修理 我不意外 我不意外 可是韩国瑜被国民党修理 被蓝色的媒体修理 被自己人修理 韩国瑜跟李嘉芬 就说 你是不是 我叫民政党站是刚好而已 叫国民党站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打自己人呢 你怎么打自己人 我们是港董的 所以他昨天会有这样的 他说不参加初选 并没有说不接受征召 说我此时此刻不参加初选 可是我没有说不接受 韩国瑜可能被征召的路 被郭台铭打断了 这在我们第二段会谈 那我先讲到征召 这个初选跟征召 我今天在赵先生节目的讲 初选跟征召其实 大部分人都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党员 国民党的党员 2017年去投票才20几万 你看全国多少人 全国的公民数是1700万 有去投票的 国民党党员才20几万 其实国民党党员根本不重要 那你说如果征召是什么 就说像民进党 他们有那个所谓的艰困选区 这一个选区 我上一次民进党得票率 在42.5%以下的 就是艰困选区 他是用42.5当一个基准点 坦白讲民进党比较有制度 坦白讲42.5%以下 就是艰困选区 那今天在那个国民党 中央党部外面就有人讲说 你是黄袍加深 你不喜欢韩国瑜 你认为不应该征召 你就会解读他是黄袍加深 你会这样解读吗 或可能是你是王金平 朱立伦 郭台铭的铁本 你觉得这个是黄袍加深 在我看来 我认为用征召的是帮韩国瑜解套 你不方便领表 你不好意思参加初选 你现在卡在高雄 我党中央我征召你 你是党员吗 你是国民党的从政同志 对不对 嗶嗶 我征召你 你给我去选总统 你去 那征召一个情形是你个人要同意 我昨天在那个 辉文看社会 跟大家讲那个大法官 蔡总统要提名四个大法官人群 但是其实都很丑陋 但我们不是带回来 明天我们会问看社会还要讲 司法的丑陋 讲给大家听 社会的部分 我们摆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 那个辉文看社会 我们这个主要讲政治 那个选举 大法官 你说我推荐这个教授 这个教授是我以前的指导老师 对我很好 我推荐他当大法官 那我要推荐他 那个叫做他见 你我他的他叫他见 我要推荐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要签名 那一种叫做自见 毛遂自见的那个自见 自己的自 我自己推荐我自己 那我自己推荐我自己 我也要签名 我陈辉文推荐 我陈辉文当大法官 有没有这种不要脸的人 那可多了 那假装他见的呢 更多 把自己的学生找来 你当律师啊 你当检察官啊 你们大家这样 他见的更 其实都很假 那我回到这个初选 跟这个征召 我认为如果征召韩国瑜 那个叫做帮他解套 你可以看一路走来 很多人要利用韩国瑜 在高雄的这个事情去卡他 他去年好不容易选上高雄市长 我请问你 到底高雄市长比较重要 还是总统比较重要 那贵人兄这问题有点低级 我知道很低级啊 我再讲一遍高雄市长比较重要 还是总统比较重要 好 你说站在国民党立场 当然两个都赢最好嘛 对不对 总统又当选 然后高雄市长又守住 那当然是最好嘛 绘画两个都赢 当然是最好 可是如果只有一个能赢 如果只有一个能赢 当然是拼总统啊 如果因为韩国瑜去拼总统 而高雄市长丢掉怎么办 两半啊怎么办 马英九在当总统八年 高雄是谁执政啊 高雄县谁执政啊 还不是马照跑五照 高雄丢掉就丢掉了 我要拼总统啊 总统比较重要 还是市长丢掉了 你问这没费位 也够赛英大姐够赢的 如果因为韩国瑜去选总统 陈其麦把高雄市长抢走了 So what 高雄市长给你啊 你应该去费啊 哪有差我总统赢队 我中央执政啊 我完全执政啊 你看他过半 六十十位以上过半 我在插你高雄市长陈其麦 你是有办法做什么 那没重要嘛 你的优先顺序 当然先把总统唱下来 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 高雄市长没这么重要啦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吗 我说去年高雄市议会总资讯讲什么 你讲两句我听听看 没有人讲得出来啦 我跟你讲连高雄市议会都讲不出来 我就没在听啊 在睡啊 有的签名后就浪账啊 去打麻烧 去拔轿 去喝酒啊 你跟我来这一堂 你骗我没开个市议会 总咨询 看那个总咨询是什么 总咨询不重要啦 我问你 上个会期 赖清德还在立法院的会期 总咨询讲什么 谁讲得出来 没有人讲 连立法院都讲不出来 讲高雄市议会 好我们看这个许舒华的脸书 他说国民党也许可以 不需要韩国语 那种国民党如果要乱搞 许委员的脸书写的肉肉等 我是再录这两句的 国民党也许可以不需要韩国语 如果你们国民党那些权贵 就看不起他啦 我就是要郭台铭啦 你滚啦 你就守高雄就好了 但是许舒华说 中华民国不能没有韩国语 你要怎么去解读许舒华的脸书 我的解读啦 我跟大家讲 不参加初选不等于不参加大选 什么意思 你今天 你国民党如果要恶搞 我举个例子 我今天在赵先生节目讲 如果国民党提名王金平 如果国民党提名王金平 郭文雄有没有可能 怎么不可能 国民党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如果国民党提名王金平 我们要去投票吗 你不是说要韩磊投票 你不是说没有什么非韩不投的吗 你不是说有人说蓝军赢就好了 管你提名谁就赢就好了 是这样子吗 不是啦 所以不参加初选 不等于不参加大选 如果国民党恶搞 以韩国语现在状况 可不可以独立参选 我连数30万有问题吗 不可能嘛 1500万有没有问题 保证进1500万 连数要30万 有没有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但是显然没有必要到那个地步 目前来讲 所以我在跟大家说 还没有到翻脸的时候 没没没没该去楼 这个礼拜六 有一个劝敬韩国瑜参选总统的大会 对韩国瑜是加分还是扣分 我跟各位讲 我认为是百分之百扣分 好那有些要选立委的人 他要造势 然后劝敬韩国瑜 然后有人就对韩国瑜 这个处境很心疼 要去给他加油什么 可是你办这样的活动 对韩国瑜来讲 其实很危险 我讲句实话 我认为很危险 没有必要办这样的活动 因为国民党今天中堂会 都已经是等于是解套了 都拖到6月去了 那你4月27日办这活动干嘛 所以我说 你有这个需求办这个大会 因为你要选立委 你要表达你对韩国瑜的支持 那个我尊重 可是对韩国瑜本人 是加分还是扣分 我认为是扣分 应该是不要办 好 那被迫捲入国民党的斗争 那韩国瑜的民调恐怕会下滑 恐怕 我的看法 郭台铭的参选 然后李嘉峰的谈话 在我们第二段会提到 然后韩国瑜昨天发到五点声明 我认为韩国瑜的民调会掉 会掉 会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卷入了国民党的斗争 你被迫卷入国民党的斗争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不能释怀说 郭台铭为什么要参选 我不是说郭台铭没有参选的权利 因为很简单 听到没有 如果今天国民党 没有人能够赢柯文哲 没有人能够赢过赖清德 这是绿跟白两个最强的 所以我跟你说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 韩流出现之前 韩流出现之前 包括郭龙斌 包括我本人 我也希望郭台铭出来选 在韩流没有出来之前 你看有多早 郭龙斌是2017 我是2016 我比郭龙斌还早 我看到2016国民党输得这么黑 然后也不可能去寄望 王金平朱立伦 吴敦仪这些人 那都没考虑 那没办 那惊不出来 2016我就讲郭台铭了 你去掉我们电台的袋子 我2016就讲了 我比郭龙斌还早讲 后来我发现郭龙斌他们讲了 我就不想讲了 为什么 我干嘛跟着你屁股 其实是你跟着我 我不要 他们讲这我就 我就不太想提了 就两个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韩流出现之前 对不对 韩流出现之前 你郭台铭说要选 那你的正当性就很够了 好 第二个时间点 今年的2月20号 为什么讲今年2月20号 今年的2月20号 是第一次把韩国瑜 列入总统候选人的民调 苹果日报委托世青大学做的 2月20号 那 你如果 因为2月20号之前的民调都是 柯文哲瑜 因为没有韩国瑜 柯文哲独走后 大杀 通杀四邦 没人赢过于 吴敦力 王金平 朱立伦 赖清德 蔡英文 通通他手下败将 柯P第一名 2月20号之前 所以后来 柯文哲为什么很酸 韩国瑜50天 网路上就赢过我 他很酸 本来 一寻一问 给我把韩国瑜列入 候选人之后 柯文哲就一直第二名 怎么办呢 好 我讲 就是你 郭台铭如果在 2月20号之前 跳出来 在国民党 没有人能够赢柯文哲的时候 你跳出来说 我来参算 韩市长你老的高雄 我来 我来处理 我来拼柯P 那大家会鼓掌啊 两个时间点嘛 韩流窜出之前 韩流兴起之前 你跳出来 你就国民党了 第二个 韩国瑜还没列入民调 柯文哲民调第一名的时候 你跳出来 那也是就国民党了 可是我现在倒过来 请问大家 郭台铭宣布参选 是什么状况 第一个 韩流已经出现了 高雄翻盘 国民党大胜 韩流已经出现 第二个 韩国瑜的民调是稳定 而且有效的领先 都赢10%以上啊 我想请问郭董 那你出来干嘛 你出来干嘛 你就已经不是出来 国民党一定有人救啊 你现在是贤民的不好就对了 贤民的比较败 贤民的土包子 贤民的没钱 不然你是贤民的 你觉得你比较好 你比他好 你要取而代之后 你下来 你民调你现在下来 我要选 为什么 我看不懂为什么 你出来没有帮了国民党 反而害了国民党 不然怎么会分歧 不然怎么会内斗 韩国瑜的民调一定被牵累的 韩国瑜昨天的处理也不好啦 这样大家 大家做会死啊 大家做会乱啊 你看这国民党 这个挪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简单解释一下 柯文哲为什么一直民调第二名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他就是不蓝不绿 垃圾不分蓝绿 就把国民党民党都打趴在地上 这有人信他 垃圾不分蓝绿啊 那韩国瑜为什么民调能够赢柯文哲 因为韩国瑜他本来就不像国民党 他就是不像马英九 不像郝龙斌不像国民党的乖乖牌 爸爸是谁 马英九的爸爸是马赫林 宋楚瑜的爸爸是将军 郝龙斌的爸爸也更大 参谋总长 你们都是民门之后 都是怎样 那韩国瑜就个土包子啊 也没有喝过洋墨水 这个学历也普通 然后现在说要选总统 你怎么选总统 你可能要当总统啊 你怎么办 就这样 因为韩国瑜不太像传统的国民党 所以他才有办法在高雄翻盘 他如果照以前国民党的打法也温戏 那你现在因为国民党斗争 就把他绑住了嘛 哎呀郭台铭怎么样呢 中常委怎么样呢 然后那个谁什么 什么征召民调出选 乱七八糟 什么密室协商 什么政治权贵 大家都看不懂啊 大家都看不懂啊 无啥啥就连累了韩国瑜的民调 这是我的研判 因为在他这个声明的这个 昨天那个声明 这个时间点之后做的民调 对韩国瑜一定受凶的啦 虽然他是无辜的 虽然他是被迫的 可是他的民调会被影响 爽到谁 一定爽到柯P啊 柯P跟戴清德 你们最好国民党打一打 用力一点打 所以我说 郭台铭的参选 没有帮了国民党 好那天后面我很抱歉 我没什么民主素养 因为我不是党员 我觉得你们国民党 有一个人可以赢 有一个人可以赢 可以赢柯P 也可以赢赖清德 国民党应该放鞭炮才对啊 怎么会有人去塞人一个郭台铭说 你去跟他选 你去跟他拼 你去定期 你去跟他输而已 这个人的心态是什么 这个才是韩国瑜讲的 政治权贵跟密室协商嘛 其实这八个字的 这个字眼 不管是名词或形容词 都不是很精确 这稿子写的不是很好 韩国瑜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我讲的意思 国民党有一张牌 打出来我们贏了啊 打麻将听五个洞啊 我娘的叫 还要有人去塞人一个人出来算 那就是实在没法 因为这个洞 实在太难了 国民党有多烂 不要我再解释 如果韩国瑜当选总统 依照国民党党章是总统兼党主席 民进党也一样 只要是总统执政 他就是兼党主席 你看韩国瑜要怎么去改 这个百年的烂党 这个挑战比 比我们的国阵 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简单 改造国民党很难 那这个 我跟大家结果 我不是韩粉 所以我待会 这个第二段 对韩国瑜跟他的夫人 我批评跟指教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听到那个 这个清韩人士跟近韩人士 今天联合报的三版 跟中国时报的二版 都用这个标题 到底谁在对媒体放话 就我不太懂 就说 这样到底 要干嘛 好 假设你真的是 韩市长身边的人 那你知道的一些事情 你跑去跟媒体讲 那在干嘛 操作媒体 韩市长知道这个事情 他说我就是 我就无聊 我就把记者说 好像很权威 我爱说 怎么内幕 干嘛 你跟小朋友 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蔡英文 党政人士 国安人士 知情人士 社会人士 相关人士 爱放话又不敢拒名 蔡英文总统 这一任 执政这么差 就跟他身边这些人有关 我就喜欢放话 把你们找来 把记者找来 我跟你讲 我是党政人士 难怪蔡总统 民调这么差 我说韩市长如果不知情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应该清军策 不要学蔡总统的坏习惯 韩市长你一看报告 我们开会有几个人 为什么我讲这些事情 媒体会写出来 谁是亲韩人士 谁是近韩人士 你赶出去 不能这样操作新闻 到底是这些人 实在是 我讲实在话 是不应该这样 马云九执政的时候 叫做党政高层 那时候我们都猜 党政高层是某某人 某某人因为 这个也很喜欢告人 我就不讲名字 马云九那时候 就一个党政高层 一直到中央社放话 然后三更半夜 发什么消息 党政高层 那时候自由时报一直骂 怎么可以这样子 怎么党政高层 自由时报 马云九 驾到没一台后 我也骂 什么叫做党政高层 是什么东西 党 国民党那个党是个姓 真的有人姓党 那叫党政高层 你的名叫政高层 结果你看 自由时报把马云九 通漫一顿之后 换蔡英文当总统 一样有党政人士 党政人士 国安人士 知情人士 涉外人士 相关人士 乱七八糟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 请你不要再搞这些什么人 你要么就出来开记者会 要么就发新闻稿 放什么话 我就不应该 那个请韩总 清军策 那李嘉宾抱怨 说背后被开枪 那当然替他老公抱屈 被开枪 有泄愤 但是没有加分 其实我是用第一夫人的标准 来看李嘉宾 就是说要跟周美清学 不要跟陈佩琪学 柯P的夫人陈佩琪 这个错误的示范 要跟马云九的夫人 那个周美清来学 周美清的表现是非常好 那李嘉宾之前的表现也很好 但是他前天讲说被开枪 那个就 就算韩国瑜真的 的确韩国瑜是被夜袭 被修理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讲 为什么 韩国瑜可以讲 你不能讲 这个第一夫人的那个 这个奋计要把它处理好 那韩国瑜没有点名 就政治权贵密室协商 大家开始乱猜 猜什么郭台铭 马云九 郝龙斌 武敦义什么 乱猜一通 那应该把它讲出来了 我认为 到底怎么回事 那民调跟网络声量 都是第一名 其实韩国瑜也是政治权贵 当你一只指头 讲你们政治权贵 那你也是政治权贵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般的土包子 你是高雄市长 你也是这个政治权贵 好 那郭台铭 我来讲一下这个 因为韩市长没有点名 我来研判 韩市长讲的那个权贵是谁 就郭台铭在国民党中常会宣布的 那个参选 他说我愿意参加初选 好 但是我不接受征召 我不接受征召 那郭台铭讲这个话 那个pro的 pro啊 pro的人 教他的 因为你要了解 郭台铭他已经跟国民党没什么关系 民国59年加入国民党 民国59年 几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一定是高人指点 我不敢说那是pro的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当郭台铭讲这话的时候 就是我就卡韩国瑜吧 你就说我参加初选就好了 你为什么说你不接受征召 因为没有人要征召你嘛 我的重点不在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是被利用了 你要了解 因为郭台铭不懂这些东西 什么是征召 什么是征召 什么是初选 他搞不清楚啊 因为郭台铭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的专长不在这里啊 谁去塞朗郭台铭说 你宣布参加初选的时候补一句 我绝对不接受征召 因为这句话叫做笑话 我举我的例子 我让大家了解 我请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有没有人要征召王金平 有没有人说要征召吴敦毅 吴敦毅都说他不选啊 有没有人说要征召朱立伦 有没有 没有 唯一一个被讲征召的人 不是赖清德 也不是蔡英文 也不是科匹 也不是那几个国民党党卖 唯一讲的征召的就是韩国瑜 那大家都知道要征召 可能征召的是韩国瑜 你郭台铭不去说我不接受征召 那你不是卡涵是什么 那摆明叫卡涵嘛 我刚讲说 这些技术新的东西 这种抽楼这么扑露的 绝对不是郭台铭自己想出来的 一定有人塞人嘛 那塞人的人就是韩国瑜讲的那八个字 政治权贵密室协商 这八个字一点都不精确 我说稿子写的不好 但是韩国瑜指控的就是我讲的 That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我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才是重点 谁去塞人郭台铭说 你去宣布 你要筹刷 你给補一个 我不接受征召 你不接受征召 就是我跟你讲 朱立伦跟王津平都没讲过这个 你一句撞下去的时候 韩国瑜的征召之路就断了 不是说韩国瑜一定要征召 绝对不是苹果日报 今天头版都 因为苹果日报很讨厌韩国瑜的语言 很简单 因为韩国瑜去中联办 那是踩到了李老板的红线 他绝对要修理 那没人说 鸡仔人团那些鸡讲 苹果日报说 我只要征召 不是这样 第二面厉害的意思 你要征召韩国瑜 不征召韩国瑜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现在讲说 谁去教说郭台铭 谁去利用郭台铭来修理韩国瑜 郭台铭是个工具 是旁边在怂恿他 你看那个韩国瑜 我现在民调很高 怎样土包子屁的要死 怎样 你还选 在旁边塞人的人 推波助澜的人 唯恐天下不断轻痛愁快的人 韩国瑜讲的是这些人 郭台铭只是个棋子 拿来修理韩国瑜的棋子 一个工具 你就说我参加初选就好了 你干嘛讲说你不接受征召 你说你不接受征召的意思就是 我要初选 韩国瑜也不准征召 大家都来初选 设计啦 这是人家精心设计的 非常 pro的这个 你刚才他都不用说 我问大家 有必要这样 我刚刚前面的 你有一个 候选人可以赢 你要跳出来选的意思是什么 他可以赢 柯文哲可以赢戴清德 你还不高兴 你有比较好吗 你非参选不可的理由在哪里 因为我对郭台铭 不认识 我的层级太低 我是媒体低层 我没有资格认识他 你要事业有事业 要家庭有家庭 几千亿的身家 你出来修理这条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他非参选不可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一直很单纯的认为说 其实韩国瑜的意识形态 韩国瑜对国家的路线 国家的定位 其实跟郭台铭很接近 天安平地在刚才说 鬼混二十几年 这个我要讲一下 鬼混二十几年 当然会讲到马云九 马总统当了八年的总统 一定会讲到他 蔡总统到520就三年 马云九八年 阿彬又八年 这加起来十九年 883是十九 韩国瑜说鬼混二十几年 其实就讲到李登辉 但是韩国瑜去指明 台大法律系三个总统 马云九一定受伤 我跟他讲 如果韩国瑜对马云九 歌功颂德 那就不是韩国瑜了 虽然不用到歌功颂德的地步 但是天安平 我们人同此心心动此地 有没有人喜欢被骂 有没有人喜欢被骂 没有嘛 除非你有毛病 没有人喜欢被骂 你讲到的马云九 马云九一定反弹 他一定不高兴 那很正常 我也不是要帮马云九 我觉得你韩国瑜你要选总统 你手都要比较漂亮 你手都比较甜 我们现在的总统 民选1996年直选以来 李登辉 陈水扁 马云九 蔡英文 四个总统 整体表现最好的是谁 整体表现最好的还是马云九 所以韩国瑜你应该把你的话 修饰一下 你说台湾鬼混二十几年 对不对 对 我们的经济被三个台大把力系列总统 搞砸了 对不对 也对 可是我刚刚讲的 对不对 我说从1996 总统民选直选以来 整体表现最好的是马云九 对不对 我讲的也是对的 但是我讲没有用 要 要韩国瑜对马云九讲 你今天 我们来开放Coin电话来 0223639955 控日2363QQ55 我们的Coin电话 欢迎现在 听众朋友打 我们要谈那个统独两岸 我们不是要谈 韩国瑜跟郭台铭 抱歉 Coin的题目 刚刚讲的有点落差 我说 如果韩国瑜当选总统 然后啊 总统的职权职务 有事情需要 Counsel 需要顾问的时候 他应该找谁 总不会去找陈水扁吧 不会吧 陈水扁只会跟那个美女 在那边合照 总不会找蔡英文吧 总不会找李登辉吧 对不对 当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 他有事情要请教 有问题要解答 有谁有总统的经验 他还是要找马英九 毕竟马英九是国民党的总统 所以批评归批评 可是我觉得要留点面子给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是笑面 笑破的人 我也要面子 谁不要面子 所以应该 因为你要当总统 你要选总统 你要用加分的 用增加的加 不是李加分那个加分 你用增加的 你不能用减分的 你用减分你的人质越越少 你用加分的人才会多 那个力量才会大 好来 不好意思 说一下再过头去 来02363995 来北林晚餐 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是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我这是新北李先生 这样没完期 李先生你还要大声 我新北李先生 李先生还要再大声一点 这样 比较大声越好 我这听得比较小声 不好意思 来李先生 来我们从第一题来 好两岸是一家人 但是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同母异父的兄弟 好 来第二题来 然后拖下去对我们不利 为什么 因为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说 继续增加政党的恶斗 你说拖下去会有政党的恶斗就对了 对 就是会被操作 OK好来第三题来 对 然后第三题是有利的状况 那个统一的代价 统一的代价 对对 统一的代价 我觉得统一没有太多 就是太多不好 就是言论自由方面会稍微被限制度 好 那独立的代价呢 独立的代价就是 继续有政党的操作这样子 又是政党的操作 对 第三题跟第二题怎么有点像 来最后 李先生为什么我们去北京用台报证 去东京用护照 因为我觉得是有点在自欺欺人的状况 你说怎样 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 对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国家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不是 好了解 好 谢谢李先生 李先生刚刚最后提这个讲到我这个 其实我们我们不是正常的国家 今天柯文哲讲这话是不是抄我的 柯文哲说我们不是正常国家 柯P你好 02363995来 贝勒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你好 喂 大哥你好 哥雄小菜你好 小菜我们来答题 回文哥T flower 你是T flower啊 是 哈哈哈 你讲你是小菜我怎么听得出来 哈哈哈 我来答题上次在那个 在在在那个 欸看社会没有打这次打 从没打进来 来 T flower来第一题来 一家人 好 来第二题 第二题其实回文哥的题目是 蔡总统这样拖下去 所以我觉得 很好啊因为明年1月11日政党轮替了 哈哈哈 你来这头 所以我第二题像有点怪怪的 对啊因为你两年前是蔡总统这样拖下去 那现在来看拖下去更好 地方这是我2017的题目没有错 来第三题来 第三题我觉得统一就是会外患 外患 面对美国 哈哈 统一要面对美国 独立的 面对中国 内乱 哈哈哈哈哈哈 统一是外患 独立是内乱 内忧 内忧 内忧外患 哈哈哈哈 来最后一题来 为什么去北京用台胞针 会去东京用护照 那这个就是大家最不想面对的一国两制啊 也就是我们的两岸 两两岸 就大陆 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就你最常讲的蔡总统在上任讲的那些东西 一国两区一国两制啊 对啦 是啊是啊 所以没有人没有人要面对啊 哈哈哈哈 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要想个不一样的说法 把一国两制改掉这样 但是也想想不出来 从从应该从李登辉时候吧 还是更早就一直在想 OK好 是谢谢 谢谢T-Flowers 感谢 你来旁边 感谢你都没离开来 我还要再接通 这个T-Flowers 谢谢你 022363995来 贝勒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您住哪个姓 我我住高雄 我姓雕 雕先生你不能用耳机 也不能用免词听筒 这样可以吗 有有清楚一点来 雕先生来第一题来 嗨都是一家人 好第二题 呃突下去是越来越惨 越来越惨为什么 中华民国都会被掏空了 掏空啊好来第三题来 呃独立跟统一这都是 就是我都认为不可能会发生啦 我问的是代价 我不是问会不会发生 代价 代价大概就是大家都说一样 没有自由啦 一就是中华民国不见像 好 来来来最后题来 为什么去北京用台胞镇去东京用呼召 其实我也很想从您口中得到这个答案呢 我开题目叫你来扣一呢 你来说 我每天都听很想知道答案 雕先生你也没答案 没有答案 我也没答案 谢谢你 谢谢你来捧场 谢谢你 谢谢雕先生 谢谢 谢谢 我是陈辉文 感谢大家的捧场 那刚刚我们那个雕先生 他说他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很正常 我也没有答案啊 我们的扣音题目 我们这个不是机制问他 不是那个什么曾国成 主持那个 我们都没有标准答案的 没有答案也可以扣音 但是我希望你有备而来 这个是这个小小的要求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今天的美日一句 这类柯文哲公宅八年五万户挑票 就北市都发局说那是证件 证件那意思是怎样 就是李远哲之前帮陈水平 证件不一定要兑现啊 中研院的院长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说 证件不一定要兑现 那你写证件干嘛 就你为了去偏袒一个人 可以讲出这么离谱的话 所以你看我刚第二段对这个 韩市长跟他的夫人有批评 我不是很粉耶 因为我觉得韩国瑜处理的不对 李嘉门讲的不对 我一定要批评啊 难道我要觉得李嘉门讲开枪是对的吗 当然不对 就陈佩琪讲开枪也是不对的啊 所以该讲的我还是会讲 那去讲那个怎么政治权贵 其实这东西很心酸的 韩国瑜一定是被背叛了 只是他不好意思讲出来 到底是谁 谁干的他自己心里有数了 你看他讲之后 马英九 吴敦义 郝龙斌 郭台铭 哪一个对号入座 每一个都不是我 每一个也否认 谁会去对号入座 所以这会变成罗胜门 我们看今天的狗费火车 行政院的政绩 行政院最后一个短片啊 大家可以去看网络上有 里面大部分都是苏贞昌啊 少数有一点点那个什么 陈其迈啦 林嘉隆什么一点 最后大部分都是苏贞昌的那个 就太个人化了 那标题啊 你有多久不知道行政院在干嘛了 这标题我想赖清德看了一定 你有多久不知道行政院在干嘛了 其实今天是苏贞昌上台的第一百天 昨天是九十九 我讲他个人化 像那个什么高雄不是办一个运动会 那个矿泉水上面有韩国瑜的照片吗 我觉得也不妥 这对不对 这当然不对啊 那不是跟傅昌琦一样 傅昌琦在花莲送白米 那上面还有他跟他太太照片 那都不对了 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我不都因为你是懒的 你是绿的我就怎样 或者你是韩国瑜 对你特别好 你不用想了 我的标准 我尽量做到一样 你去做个人崇拜 跟贴那照片什么的 那个都不对 厂商要求笑死人了 一瓶矿泉水 你贴韩国瑜照片干嘛 那个不是绑他 那是害他 就跟我讲 那个4月27 那个什么 什么劝进大会 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离扁马赛历任的隔魁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马云九用过哪些行政院长 这个阿扁 这个李总统 什么时间久大家都忘 我觉得 因为苏贞昌在陈水扁总统任内也当过行政院长当了一年 那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些行政院长立任格魁几十个人 以这一个任期 蔡总统任内苏贞昌做的最烂 表现敬陪莫作 太理破了 太理破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是政党轮替的必要性 你韩国瑜郭台铭 这国民党在什么 你一定要一个大前提是明年一定要政党轮替 如果蔡英文做这么烂 你还让他连任 民进党 你们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好吗 2018不是这个兵败如山倒吗 如果2020让蔡英文连任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所以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内乱了 赶快团结起来才是重点 谢谢收听拜拜